大家好,冰箱的温控开关,我们这样调,它才能够更加的省电,而且它的使用寿命还可以延长,这是很多的人都不知道,也有很多的人都调反了,调搓了,那么大部分的朋友就是一年四季把冰箱调到了四档和五档它的中间,有的就调到四档,一年四季就是这样。 其实这样呢,它没有错,但是呢,它达不到最佳的省电效果,如果你想达到最佳省电效果,我们该怎么调呢?我们夏天的时候,它室外的温度比较热,温度比较高,如果你把冰箱调到四到五度,它设置的温度低,外面的温度高,所以它一直达不到你所设定的温度,这个冰箱呢,就会频繁的启动。 还有的呢,一年四季调到六到七档,也是这样的情况,如果夏天温度高,它里边的温度一直达不到你设定的温度,所以呢,它就一直制冷,一直制冷,压缩机呢,就不停的工作,所以这样呢,非常的耗电。 那么你在夏天的时候,调到三到四档,它的中间呢,这个时候呢,室外的温度和冰箱里边的温度,它差不多,所以呢,压缩机也不会频繁的启动,这个里边的温度呢,也正合适,里边的蔬菜呢,还可以保鲜,所以这样呢,才能省电。 那么到春秋的时候呢,我们调到四到五档的中间,看到吗,四档和五档的中间,室外的温度呢,有些凉了,所以呢,里边的温度,我们也要让它低一点,所以这样呢,里边的蔬菜不会变质,冰箱呢, 也会正常的启动,那么到冬天呢,我们要调到五到六档,它的中间,或者调到六档,因为外边比较冷,所以如果里边你调到一档和二档,它外边的温度和里边的温度差不多,冰箱呢,就不启动,如果它不启动呢,冷藏时,它不结冰,这个里边呢,保鲜石不管用,蔬菜都坏了,肉制品呢,都坏了,所以呢, 你调到六档,五档,它就会正常的工作,还比较省电,所以把这个分享给你,希望可以帮到你,感谢观看,再见